宜蘭的孩子真厲害 在今年世界數學競賽中表現亮眼 共有14名學生獲獎 縣政府特別舉辦表揚典禮 由縣長林之妙親自頒獎勉勵 那今天呢我們的同學們呢 要去世紀跟人家比賽 讓宜蘭縣能夠要入國際舞台 我們的2024 WMI數學競賽 得到非常好的成績 總共有14位的朋友 然後呢這個IMC 這也很讚 這也是去世紀跟人家比賽2024 數學競賽也得到非常好的成績 這也有關的功能 再來呢這個2024心算 還有我們的數學競賽 也都得到非常好的成績 縣長表示 數學可以訓練邏輯思考 分析問題解決能力 並培養學生的耐心 很高興有越來越多的學生 鼓起勇氣挑戰世界級的數學競賽 而且獲得獎牌實在是不簡單 希望獲獎的同學能持續精進 未來運用所學回饋社會 這個當中 宜蘭人感到非常高興的公園 可以去世紀跟人家比賽 標型的宜蘭戰 感謝各位校長們 謝謝你們 謝謝各位家長們的陪伴 讓我們的小朋友 在一個優質的環境 這都盡量 今天呢 祝你們感謝 群庭亂落 大家一起打拼 變得獎牌實力 人間的好救援 我們的同學們 搶在學校的栽培 家長的陪伴 這讓我們的學生 越來越有自信 自信能夠讓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變成可能 這都要感謝的地方 今天我也要恭喜我們所有的小朋友 也我們不跟兄弟 兩位小朋友在裡面 所以說在這裡 也恭喜你剛才館長說的 我們俄樂、昆廳 今天還在這裡跟你們表揚 希望你們學習的地域裡面 都能夠用在 我們生活、生育 還有一層 有多的領域裡面 一旦限制力於國民教育 讓學生在國中小階段 就打下深厚的學習基礎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 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期許宜蘭的孩子 未來在各領域 能持續發光發熱 在世界舞台上大放異彩 宜蘭新聞記者 LINE福星採訪報導